卡歐斯雷歐 卡歐斯阿斯特拉 這甚至少了一群格鬥家 砸毀天滅地的黑暗宇宙幻獸拳 發揚光啊 蛤蛤蛤 這也是很多粉絲在後台要求卡克改的一個 黑暗奧布曼啊 說如果卡克改了就給我點讚 真的嗎 哇塞黑暗宇宙幻獸拳 這可不得了啊 而且雷古洛斯身上的花紋啊 哇塞有一點的難度 有很大的改造空間啊 哇塞 正以為這樣 成品一定比雷歐和阿斯特拉帥啊 哇塞 我們趕緊來 改造吧 不用我說 大家都知道 首先要有一個 重複的雷古洛斯 卡歐斯黑暗奧特曼的話啊 他身上的花紋啊 是跟正經的奧特曼不一樣的唷 所以啊 除了我們把紅色改成黑色之外 身上花紋的塑造 還是需要一點小心思的呀 那麼我們趕緊來 為這位宇宙全法大師 注入暗黑能量 這一次的改造啊 難就難在於 身上的卡歐斯花紋 和手臂上的赤龍白虎圖案啊 喔 不過經過卡哥的耐心 終於克服啦 卡歐斯暗黑雷古洛斯 哇哦 這個被阿富說 惡情勁的指正 第二戰戰色 可是掌握了 被稱為 宇宙最強的宇宙幻獸拳啊 喔 天啊 黑花虎的他 請問是威力爭培 召喚兩位暗黑兄弟 放入暗黑幻獸 霸王拳 另外我的雷古洛斯啊 是吊達下有精人 攔也攔不住呀 好再算啦 感覺到暗黑奧特曼啊 一進幾集三位 暗黑宇宙全法大師 這戰力簡直會 天啊 天啊